歡迎收看Town Yes Cooking Channel 任何粥粉、麵飯、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都會被我們的身體分解成糖分 本身這些糖分是好的 因為可以為我們的身體提供能量 但是如果過多的糖分 我們身體又消耗不完的話 這些糖分就會被儲存為fat 脂肪 那怎麼辦 我們吃飯大的朋友 沒有蛋飯下肚好像周身不聚財一樣 不怕的 今次Dr.Marcus教大家做一個 秒跳低脂飽肚健康無米炒飯 為什麼這個叫做無米炒飯呢 因為這個炒飯根本不會用米 我們會用椰菜花去代替 首先這個椰菜花我們洗乾淨 接著我們挑了後面那個釘 接著我們就可以刨一些 芋菜花的粒粒了 好了 刨了出來的這些芋菜花粒粒 其實真的好像米飯一樣 一粒粒 由於它始終都是蔬菜 它裡面有很多的水分 那我們現在就炒一炒它 把它炒乾身 好 我們首先加少許油 好 接著我們就可以炒 椰菜花粒粒了 好了 炒到它比較乾身之後 我們現在可以關火 把它倒進碗裡備用 好 接下來我們要切些洋蔥和蒜頭備用 然後我們要發蛋了 那為什麼在外面吃的炒飯 蛋是這麼滑的呢 因為它們在發蛋的時候 裡面是加了一些配料的 譬如是什麼呢 就是下一匙的水 少許的豉油 還有就是麻油 加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發蛋了 這段期間我們也可以先燒熱鑊 然後我們加少許油在鑊上 好了 油開始燒熱了 我們現在可以下蛋了 這個蛋我們把它這樣攪拌 蛋花的形狀就會更加漂亮 同一時間我們可以加蝦 蝦其實很快熟 它開始變色了 我們現在把它撥在一旁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 將洋蔥和蒜頭 可以放進去炒 好了 炒到洋蔥開始出味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放一些 類似飯粒的野菜花粒 那現在我們就全部可以拌在一起炒了 當然啦 不要忘記下鹽 還有胡椒粉 這個胡椒是白胡椒 那白胡椒和黑胡椒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兩個都是提味的 但是白胡椒它還有一些癖腥的功效 加上蔥花粒 最後加上雜豆 好 搞定 快點快搞定了 秒條低脂 飽肚健康 無米炒飯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